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市调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在报告中指出, 2025年第三季度,印度智慧型手机市场出货量同比增长5%,销售额同比增长18%,创下历史新高。 从厂商排名来看,Vivo不包括iQOO凭借其强大的线下销售网络和T系列在中阶市场的持续成功,以20%的市场份额领导。 三星紧随其后,市场份额为13%,主要得益于其S系列和A系列在中高阶市场的出色表现。 OPPO不包括OnePlus以13%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三,该品牌凭借其销量驱动策略,以及不断扩大的产品组合,更紧密的零售商合作和更高的利润率,正逐步获得市场认可。 另外,苹果在第三季度首次机身销量前五的品牌之列,使印度成为全球第三大iPhone市场。 凭借其令人向往的品牌形象,通过分期付款方式提升的可负担性以及不断扩大的零售网络,苹果成功把握了市场日益增长的高计划趋势。 高级分析师Preker Singh在评论市场价值动态时表示,高阶市场是增长最快的细分市场,出货量同比增长29%,这主要得益于更多消费者转向高价值电子装置。 高阶市场的增长,推动整体市场价值同比增长18%,创下单季度历史新高,平均售价ASP同比增长13%。 苹果凭借iPhone16和15系列的强劲需求,以28%的市场份额领导,而iPhone17系列在印度上市后也势头强劲,需求超过了其前代产品。 三星紧随其后,以23%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这主要得益于其高阶Galaxy S系列搭载人工智慧技术的中阶A系列以及高阶A系列机型的优惠活动。 最新的Galaxy Z Fold系列也创下了销售记录,进一步巩固了三星在折叠屏智慧型手机领域的领先地位。 而在中国市场方面,一位苹果线下经销商表示,近日苹果中国区再次向授权经销商发布通知,要求所有线下授权经销商不得与任何电商平台合作,严禁在电商、社交、直播等线上平台进行产品展示、推广或销售,还一键打、小诗打等服务。 深圳某苹果经销商负责人也透露,相关规定此前已存在,只是近期再次要求严格执行,核心目的是防止打乱价格体系。 苹果公司2025年度第四季财报显示,大中华区营售为144.93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成为全球各区域中唯一营售下滑的市场。 在手机晶片方面,台湾IC设计大厂联发科与欧洲太空总署、European Space Agency、Utelsat、Airbus Defense & Space、Sharp、工业技术研究院及RODE与SWARDS等合作伙伴,成功运用Utelsat的OneWeb低轨卫星,完成全球首次符合3GPPR19规范的5G Advanced卫星宽皮试网,连线成功。 联发科强调,这将为5G Advanced NRNTN非地面网络技术的商业部署奠定重要基础。 透过全球统一的NTN技术标准将不仅拓展卫星与行动通讯产业生态系的共同性以降低成本结构,并进一步推动全球NTN卫星宽皮装置的普及与应用。 此次测试采用OneWeb低轨卫星与联发科技、NRNTN晶片组及工研院、NRNTN基地台、GMB进行通讯。 实现包含酷频段,50MHz频宽,臭条件式切换,Conditional Handover等3GPPR19规范所定义的新功能。 其中,由Airbus所打造的OneWeb低轨卫星搭载能接取酷频段服务链路Service Link与靠频段回传链路Comband Feeder Link的透明转发器Transparent Transponder,并采用了地球移动波数Earth Moving Beings技术。 实网测试期间,搭载由Sharp开发之平板天线Flat Panel Antenna的NTN终端装置,成功透过设置于荷兰的欧洲太空总署、欧洲太空研究与技术中心European Spac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Center的闸道天线,完成与地面5G核心网路的连线。 联发科强调,随3GPP标准的全面整合,并获得整个行动通讯产业的广泛采纳,所有相容的卫星星系将能自然且无缝地补足地面网路的需求,实现真正无所不在,并带来规模经济效益的通讯连接,并为智慧型手机、车用及物联网等领域开启全新市场。 联发科无线通讯技术本部群资深本部总经理范明熙表示,作为地面与非地面通讯领域的领导者,无论是在行动网路覆盖有限甚至缺乏的地区,联发科此次与生态系伙伴携手合作,成功实现与UTELSight低轨卫星时网连线,朝以3GPP为基础的下世代NRNTN卫星宽频通讯商用化又迈迹一步。 与此同时,联发科的劲敌高通近日动作频频。 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在社交平台透露,高通下一代旗舰晶片将采用台积电N2P制成2奈米增强板工艺打造。 根据其描述,该晶片将推出标准版与Pro版两个版本,搭载第三代字眼CPU架构,核心配置调整为2加3加3结构。 两款晶片在GPU规格上存在差异,其中仅Pro版本支援LPDDR6记忆体规格,相关效能参数显示其满写版理论效能表现强劲。 在评论区互动中,有用户提到UFS5.0,LPDDR6,2奈米工艺的8×10的六次方晶片,价格恐怕会大幅上涨。 博主回应称,在当前基础上,再加500元人民币左右。 另有用户对产品命名提出猜测,骁龙8 Elite Gen 6 Pro,骁龙8 Elite Gen 6,骁龙8 Gen 6,骁龙8 S Gen 6,该猜测获得博主,哈哈,你是懂得这一回应,间接暗示了命名方向。 综合现有讯息及博主回复内容,预计此次新系列晶片将定名为骁龙8 Elite Gen 6。 作为参考,前代骁龙8至尊版采用2加6核心架构,其中两颗超大核主频提升至4.6GHz,六颗效能核心运行频率为3.62GHz,相较上一代,CPU效能提升20%,能效提升35%, 整体功耗下降16%,而高通下一代旗舰晶片骁龙8 Elite Gen 6,由于将采用台积电N2P制程工艺制造,且将推出标准版与Pro版两个版本,搭载第三代自研CPU架构,核心配置调整为2加3加3结构,结合LPDDR6,效能提升幅度可能是这几年罕见的高。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扩论有余,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谢谢。